23期疫苗预约 在今天早上10点开跑 到18号中午12点钟为止 有需要施打第三剂的民众 要记得把握时间前来预约了 而针对目前国内的接种情形 前感染科医师林氏璧就表示 18岁到29岁族群的第一剂接种率 高达99.9% 因此建议在未来 是可以让这个族群 施打疫苗打好打满的人 染疫之后几乎都是 轻症状的年龄层 可以率先出国去玩 好不过也有其他医师点出了 其实打过疫苗跟没打疫苗 灰带病毒的比率是差不多的 恐怕并不适合当成 出国跟检疫的标准 疫苗预约又来了 最新一期第三剂预约 在16号开跑18号截止 施打期间从21号到27号 四款疫苗都能选择 随着各族群接种率逐步上升 前感染科医师林氏璧就表示 18到29岁族群 第一剂接种率已达99.9% 他斗胆建议未来要率先开放 这群疫苗打好打满 得病几乎都是轻症的年龄层 可率先出国旅游 不管你是哪个年龄层 你还是要注意说当地 是不是一个盛行区 控制的状况很糟 那你打再多疫苗 打到4G 5G 你去那边都还是会被感染 打了疫苗以后 如果接触到病毒的话 它的那个带病毒的比例 其实跟没有打疫苗的比例 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虽说打完疫苗还是可能感染病毒 但李斌医师指出 国内出现首例Omicron死亡个案 是个警讯 对慢性病等免疫交叉族群来说 打完第三剂 其实只有基础保护力 尤其年纪越高 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的几率 也可能是指数型成长 有重症风险的 尤其是老人家很多没有打 这个其实我们在 预防社区大规模传播 然后产生很多重症死亡上面 最关键的事情 而针对近来多起个案都是入境后 到防疫旅馆才被感染 医师认为可能是天气变冷 病毒能在环境中存活较久 会让接触感染的可能性变高 消毒工作就要加盐 接纵不到